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地區因輻射冷卻效應導致日夜溫差大 假設該地區某一時段的溫度函數是這個 那這溫度介於呢 這個T啊 介於1跟10時間 這是溫度啦 這是根據這個在改變的 這段時間齁 時間內該地區最大溫差為何 首先我們看齁 這個跑路線它頂點在那裡 當T等於2A溫度-B 2A的話是-1 2A溫度-B就是-8 等於4的時候 所以它等於4的時候 它有什麼呢 最大值 等於4的時候它有最大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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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隨便長 這個隨便滑 好 那這個T的話它是介於什麼呢 介於1啊 這假設是1啊 1啊跟多少呢 跟10之間 跟10之間 這個東西是隨便滑的 跟10之間 好 那麼 10跟1哪個比較遠離這個4啊 當然是10啊 這是x6 這個只有x多少 x3 所以呢 這個頂點齁 跟什麼呢 跟10這一點齁 它的溫差最大 欸就是說 它的最大溫差 ΔF 4等於多少 4等於F 最大值 是代4 4 那減掉的話 最小值 這個東西我是隨便滑的 這個死的話 不一定是虎的 F多少呢 代4 就是最大值跟最小值之間齁 最大值在4的地方 最小值在4的地方 那你把它代進去就對了 好 那你要代4下去的話呢 是 乎 4的平方 加8 乘4 加上11 這樣等於多少 把它算一下 這個11啊 加上4 8 32 那減掉多少 那減掉多少 4次16 等於27 27啊 那減掉呢 代4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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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10的平方啊 加上8乘10 那加上11 欸 這溫度 好像是負的 80 加上11 那減掉多少 100 等於多少呢 等於多少呢 欸 算錯了 80 加上11 減掉100 等於 負9度 所以是減掉沒有錯 這是溫度負的 負9 所以這應該多少 應該36 所以這個最大溫差是36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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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個便是4個 2個 2個 0 1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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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個 1個